这个问题第一个 老师为什么一直在表达 我们做神学 而不是学神学 这两种关系 做神学是词意 学神学是腔调心智上的问题 是学习的问题 因为学神学和做神学 概念上不一样 做神学是称神为神 告白神为神 我们第一课的时候 关于什么是神学的 不是第二讲 应该是 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听 是忘了还是没留意 就是神学这个概念 本身原来不是名词 是动词 做神学 是讲到这个人 在神的面前 称神为神 告白神为神 将神当作神 来看待 来侍奉 所以做神学是动作 做神学包含着神学学习 所以我们要做神学 而不是学神学 学神学就上学校报个班就行了 对不对 那是狭隘的概念 学习只是强调知性的摄取 但是做神学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要礼拜 要侍奉他 要活在神的面前 我追求认识他 敬拜他 爱他 这是做神学 做神学不是什么神学教授 神学博士 研究神学才叫做神学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做神学 只要一个是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都要追求认识他 都要寻求明白他的话 照着神所示的去尊崇他 去敬拜他 去侍奉他 所以做神学很重要 他说神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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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神学博士